AI教父黄仁勳旋風來台 在今天出席台大畢業典禮 擔任致辭嘉賓 身為惠圖晶片大廠 揮答的創辦人 黄仁勳目前身價達到了新台幣1兆 那麼在呢 這個彭博億萬富豪榜上 是排名第37名 典禮上 他也鼓勵學子們全力奔跑 追趕時代 而且在開場時還大授台語 讓現場的學生們驚呼連連 穿著招牌皮衣 黄仁勳一走進台大禮堂 立刻掀起騷動 大家搶著合影 繪圖晶片大廠 揮答創辦人 也是執行長黄仁勳 擔任台大畢業典禮致辭嘉賓 一開口先秀這段 我今天本來想說 跟你們說台灣話 但是越小越緊張 帶點美腔的台語 因為9歲就跟著家人 從台灣移民到美國 AI教父黄仁勳 這回來傳授苦盡甘來的法寶 走 不要走 你也要跑進去吃飯 或你要跑進去吃飯 喊話新鮮人要跑起來 更分享揮答的三個小故事 金句連發 要畢業生不要怕失敗 今年60歲的黃仁勳 帶領輝達走過30個年頭 曾獲選時代雜誌百大影響人物 也因為人工智慧AI熱潮 讓晶片設計巨頭輝達 攪出亮眼財報 更帶動黃仁勳身價 衝到一兆新台幣 在彭博億萬富豪榜上 排名第37位 日前還有民眾捕捉到 他輕鬆逛夜市買麻花卷 展現親和力 而來到台大的這場演說 也暴露了叢林生存法則的金句 記者綜合報導